我们前面花了两节课的时间 讲了祷告的一些原则和祷告的重要性 我们随着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接下去进入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天国子民的行为原则 耶稣基督的讲道 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东一句西一句的 我们好像不太明白 有的时候又觉得他的思维好像很跳跃 我们有点跟不上 其实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的 就是当圣经 我们觉得圣经不好懂的时候 我们觉得圣经很难理解的时候 我们不要怀疑神的能力 我们要怀疑的是自己 我们需要怀疑我的理解力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圣经是神的话 只有神才能把它解开 也只有圣灵才能带领我们读懂 神的启示是很清晰 而且也是很明确的 他是道本身 他是语言的主人 所以他不存在什么语言表达清不清晰的问题 当我们觉得看不懂的时候 我们就要回到基督里来寻求他的代理 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开始到第七章 我们可以把它联系起来看成是一个整体 那个是耶稣基督对他天国子民的一篇讲道 天国的君王对他子民的教导 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登山宝训 讲了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 就是天国八福嘛 里面续心的人有福了等等等等一系列的 然后呢 他就讲了具有天国品格的人 在地上应该怎样做 你要做光做盐 你不是沉默 也不是躲藏 天国的子民要对世界是有影响力的 你要做山上之城 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品格和责任 感觉好像有点压力 感觉自己做不到 天国的要求好像太高了 那么耶稣呢 就指出天国子民获得力量的来源 就是你要进食 你要控制自己属世的愿望 然后要祷告 要寻求神的带领和帮助 有的时候我们肉体的欲望 恰恰是阻碍我们寻求神的障碍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我们今天讲第一到第十二节 讲的是天国子民的行动原则 作为基督王国里面的人 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他人 是讲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原则 我们看经文会觉得这种态度非常的难 根本做不到 然后呢 基督又告诉我们 你如何才能有这样的态度 所以耶稣的讲道 他永远都是先提标准 然后再来带领我们看清楚自己 然后让我们明白 我们为什么需要基督 他先告诉我们应该怎样 当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就自然而然的 就会知道我们应该在哪里去解决问题 基督就告诉我们怎样解决问题 这个答案只有一个 在基督里 神的子民对待别人应该有的态度 他总结的说是有两点 这个态度可以分成两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他说不要论断 免得你们被论断 然后他对这个命令做了一个解释 他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论断这个词 他在圣经里面的翻译是有很多种意思的 其中最基本的也就是和这里最为贴切的 最接近的应该是分辨 做出判定 我们仔细去分析这个词 我们需要和上下人联系起来看 因为他的含义非常丰富 有些人就会很简单的把它当作字面的理解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经常把这句话当作圣子 拒绝对一切事物进行判断 我个人觉得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因为你这样听起来 好像我们的神是非不分 他也希望我们是非不分 你盲目的去爱就好了 那显然不是这样 分析和判断是神赐给人理性的主要功用 否则你理性还能干什么用 理性又不能用来下混沌 对吧 那论断它是有定罪的意思 定罪就是最后的审判 给人下结论 那显然这个权柄 神没有下放给我们 这个是神的权柄 最终的审判只在神 所以我们对任何人的论断 都是对神权柄的僭越 大家肯定还记得出埃及记里面 摩西从西奈山上领受了那两块石板下山 对吧 他当时描写这块石板说两面都写了字 这个就是一个细节 我们在同一个时间 在同一个地点 作为三维世界里面的人 你永远只能看到石板的某一面 你看不到两面 所以我们在对待别人做判断这件事情上 我们的信息是不全面的 我们的分析和推理也是具有局限性的 所以我们不能做判断也无法做判断 所以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他这里的免得你们被论断 被谁论断他没有说清楚啊 主语好像不是很清晰 那有人说这里的免得被论断应该的主语是神 就是我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神论断 有些解经家是这么理解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解释不是特别的正确 因为我们对别人的判断是会出现错误的 但是神永远不会出现错误 那我们对别人的判断进行误会 去冤枉别人 但是神不会冤枉我们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被 后面的主语 他不应该是神 这句话真实的意思 我觉得他是讲出了一个人的心理反射原则 就是当我在论断别人的时候 我论断的标准是什么 这个是我自己真实的内心 对吧 我是自己真实的内心的那些三观去论断别人 所以当我在论断别人的时候 我就无形之中 把我自己的判断的标准显明出来了 就反过来恰恰说明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就有点像物理学里面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或者说像镜面反射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我在单位里面我工作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单位的某一位领导就表扬了我 那我心里就有点小得意啊 然后呢我就觉得哎我的同事李某某他看我的眼神就有点不一样了 他说的话今天我听起来也有点刺耳或者有点酸 那我就觉得哎他一定是嫉妒我 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小气的人 他是一个我就开始论断了哦 就论断他是一个小气的人是一个嫉妒的人 从表面上看是我在论断别人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显明了什么 就显明了这件事情如果发生角色转换 如果是他工作做得非常好 是领导表扬了他 那么我一定是会嫉妒他的 正是因为我自己会嫉妒 所以我以为别人也会嫉妒我 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合理性 他的合理性是靠什么来的 是靠我的逻辑来对立的 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嫉妒我了 所以我就认为他在嫉妒我 这个是我行事为人的标准 所以我才会把类似的推理 用在别人的身上去论断别人 所以我们的神他果然是神啊 基督说这句话 他就把我们这个非常隐秘的标准 把它给明朗化了 用我们的行为就能照射出我们的为人 我们怎样论断别人 就反射出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觉得这才是这句话的意思啊 所以后面他又加深的去解释了一下 他用一个犹太人做生意经常用的量器来做比喻啊 他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他告诉我们做生意用的量器是统一的标准 买进和卖出你用的是同一个量器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也是 是用的是同一个标准 我们不要对人对自己是两个标准 但是我们人往往是双标的 我们对别人的要求明显的要比自己高很多 正因为人是双标的 所以基督在这里就指出了这个双标啊 他一点都不客气 这个双标在我们内心是很隐秘的 但是在神眼里面没有什么可以瞒得过他啊 在他眼里面一切都是很明显的 明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就是一个是梁木一个是刺 这个就是在神眼里我们的双标的差异有多大啊 那个刺我们知道实在是太小了 对吧你要和梁木比起来 那简直就是不是一个等量级 但是只要它长在别人的身上 不管它多小 我们都能把它挑出来 就鸡蛋里面挑骨头也要把它挑出来 但是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啊 它可以挡住我们所有的视线 但是无所谓啦 我们根本就看不见 我们之所以会对弟兄对姐妹们会挑刺 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眼中有梁木 它能把我们所有的视线都挡住 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梁木挡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就阻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的优点 就阻挡我们去爱弟兄姐妹 你没有爱嘛那你剩下干什么 剩下就是拼命挑吃 基督呢他在这里指出了一个实字啊 就是没有爱的批评 是不具备构建的能力 神希望我们彼此说造就的话 而不是彼此摧毁 那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构建 那有人就要抬杠了啊 说那我们基督徒难道就不能批评别人了吗 那基督没有这么说啊 耶稣说 他说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你才能看清楚 然后呢 然后你再去去掉你弟兄眼里的刺 他没有说 哎呀你只要去掉自己的梁木 你不要去去弟兄眼里的刺 弟兄眼里的刺是我的事 你不要去刺 没有这么说 基督说你还是要去去掉弟兄眼里的刺 但是怎么去呢 你要先把自己眼中的梁木去掉 所以刺还是那根刺 这根刺也是需要被去掉的 但是你的态度已经不一样了 当你的眼中没有梁木的时候 那你看弟兄的缺点 你就会更客观 也更有包容心 也更有同理心 也会更有爱 你没有爱的指责是伪尽钱 没有爱的指责不像基督 所以当我们怀着爱的缘故去和他说话 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他拿掉那个刺 如果是以这个出发点出发的话 你说话的语气就肯定不一样 你流露出来的表情也肯定不一样 你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 那对方的接受程度肯定也不一样 有的时候对方听不进我们的话 不是因为我们的话语不正确 恰恰是因为我们表达的方式不正确 所以爱是一切的基础 建立在爱上面的批评 你才有构建的能力 所以基督他也指出 我们的判断是不正确的 是因为我们都是潜在的双标判断者 我们对待别人和对待自己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罪人这个特征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 至少是不太能够自我察觉的 这个充测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眼中有良目是自己看不见的 也是自己不知道的 所以基督在这里给我们指出来 人的这种双标判断 是堕落之后的人性很常见的现象 在圣经里面这个特征 也体现在犹太人这个圣约群体当中 人家都号称是神的选民 老骄傲了 但是在这种人性的堕落上 神的选民和外邦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过这么一段话 大祭司阻止使徒教训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指责他们 说你们这样做是想把流耶稣的血 归在他们身上 但是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看到 比拉多怕生乱 但是没办法的时候就拿水洗手 然后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 你们存担吧 结果当时的犹太人是怎么说的 他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所以犹太人是自愿存担这个流人血的罪 已经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担当了这个罪 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前面的那些先辈们揽过来的事情 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四口否认了 就说你们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要叫这个人的血 归在我们身上 所以如果我是血的话 我就会很疑惑 那我到底归谁呢 是吧 你们一会儿说归你 一会儿说不归你 所以人性的双标在圣经里面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还是从神的选民中开始的 说明人性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救药 语言完全是用来达成目的的手段 完全没有诚信可言 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 那你杀基督的时候你愿意存担一切后果 你也要达成目的 对吧 等杀完了 怕神的惩罚就不愿意存担责任 这个就非常像亚当吃果子的时候一样 吃的时候他感觉马上可以成为神了 像神一样知道善恶 等吃完了面对神的责任的时候 互相就退卸责任 完全没有什么脸面 人就是这样的 人特别不要脸 还觉得自己特别的高尚 这样的双标 其实我们在历史中也能看见 不仅仅在圣经里 圣经只是把它指出来 我们当初在看到历史书里说 那个君士坦丁堡攻陷的时候 当时里面的那些神学家 还在争论一个问题 就在争论一个针尖上能占几个天使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是吧 那国家都要灭亡了 整个土耳其 奥斯曼土耳其都打破城门了 你们居然还在讨论这种 看起来很没有用的神学问题 这个问题是中世纪非常著名的 经验哲学问题 是由大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提出来的 关于物理空间和灵界之间关系的一个思考 这个问题我们不展开 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一个针尖上到底能占几个天使 我们要说的是这个现代历史学家对待这个事情的态度 他们说到神学家们在帝国即将被覆灭 大厦即将被侵回的时候 他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历史学家就对这些神学家啊 就是极尽嘲讽之能 不断的去挖苦他们 把这些神学家描写的非常的迂腐 非常的固执 很古板 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些空想家 但是同样的事情 他就完全有不同的逻辑 发生在后面的纳粹的这个时间段 当时纳粹攻陷欧洲的时候 有些历史学家就描写 说当时的那些数学家 在部队都开到濒临城下了 他们还在学校里非常淡定的 做着最后的演算 哪怕他们下一分钟就要被纳粹杀害 他们依然很淡定 很从容 很学术 这个就是标准的双标 这个是双标的描述 非常的明显 所以这些历史学家的信仰立场 从他的信仰立场出发 他看待神学家和看待数学家的角度 天然的就不一样 所以他的判断就不一样 神学家必须是迂腐的 数学家必须是高贵的 在这个背后就是实用主义 无神论者的逻辑 所以我们看历史书籍 特别是看哲学书籍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参考作者的信仰状况 因为他的信仰决定了他思想的角度 也直接决定了他的学术结果 圣徒的行为准则 第一个是不要论断 然后接下去 耶稣就说了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 人必须要有基本的判断 因为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 丢在珠前 恐怕他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们 所以堕落之后的人是有限的 他的局限性不仅仅表现在 判断这件事情上 我们容易有双标 他也表现在我们无法精准的 去解读神的话语 我们一不留神就过头了 矫枉过正 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有限的人是无法掌握神的标准 前面不是说不要论断人吗 因为你们论断的标准不对 是不是 那你们论断的出发点不对 动机不对 所以你们不要论断别人 这个是神的教导 但是神呢 他又指出来 他说你们不要搞过头了 拿这个话当圣子 拒绝任何的批评 面对别人批评的话 我们不管三七二四一 首先就指责别人 就怼人家一句 你不要论断人 所以没有人敢提不同的意见 你稍微提一下不同意见 你就是论断 所以神说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真猪丢在猪前 恐怕他践踏真猪转过来咬你们 这句话就是很明确的说 你们要判断哪些是狗 哪些是猪 虽然这话听起来很难听 你们不要有挑剔批评的态度 但是我们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有一些品格是我们必须要审慎辨识的 你们必须要小心提防的 有一些事物是神托付我们照管的 我们应该是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的 比如说真猪 这里的猪和狗在圣经里面是有对应的解释的 我们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22节 他里面有一句话说 俗话说的真不错 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 猪洗尽了又回到泥里去滚 他这一章的圣经是在讲什么 讲假先知是吧 说我们是蒙了恩典 但是我们又如何背叛了恩典 所以这样的人就必须被丢在外面 彼得后书他这一段经文的前后上下文 就是讲到这些人 他们一定要反对圣洁的事情 怀着非常不洁的动机 践踏圣地 轻视圣物 就像狗一样的反复无常 所以联系上下文来看 神让我们不要匆匆忙忙对人下论断 但是在下论断之前 我们要先检视自己的内心 是否有良善的动机 我们眼中是否有良目 我们要去掉良目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失去对人对事基本的判断 有些非常明显的罪 很明显的人的捣乱 或者像狗像猪那样行为明显是带有恶意的人 我们需要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信仰 因为这些人他是充满物质主义的 或者是充满那些世俗智慧的 他们一旦介入到圣洁的事物 如果他们接触到珍珠 接触到圣洁的东西 他们会反过来咬你 他们会污秽圣物 珍珠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 他比较接近的理解是马太福音里面 形容天国的样子的时候 他说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 他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这个珠子就是珍珠的意思 你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你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个珠子 所以珠子就是圣洁的 就是天国 所以我们联想到整个基督教腐化的历史 我们才会明白神这句话深刻的含义 基督教他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和我们历代的圣徒 失去了鉴别狗和猪的能力有关系 所以最后他们反过来咬你们 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 也是圣徒的一大错误 我们从历史中屡屡看到这样的错误 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看到这里估计很多人已经快崩溃了 怎么这个怎么办呢 对吧 这可怎么整 你又不得论断 你又要有基本的鉴别能力 那我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猪啊狗啊的 那你说什么呢 你又说我眼里都是梁木 对不对 那你还让不让人活 那最后当然会让你活的 对吧 那活的方式就是在这一节经文里 就是在基督里 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所以基督不是这么难求的啊 挺爽快的 而且几乎还重复了一遍啊 强调了这个原则 所以神的原则 他始终没有改变 他也没有退让 他的原则就始终放在那里 他没有告诉我们说 哎呀你做不到 你就放低一下标准 我是有爱的 我是会迁就你们的 没有 神没有这么说 神始终说 你祈求我帮你做到 你寻找我就给你寻见 你扣门我就给你开门 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 始终是在基督里 不在我们自己身上 新约的信息是很明确的 他和旧约的信息是一贯连 是一贯的 是连是连续的 耶稣基督才是那个解决方案 圣徒离开基督 我们就既做不到判断力的正确 也做不到爱人如己 我们一不留神就踩过线 有的时候演戏就演过头了 对吧 把自己搞得像神一样 你反而中了魔鬼的计谋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到很多的基督徒 他几乎完全丧失了判断的能力 经常用不可论断这一句话来安慰自己 然后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一起堕落 还自以为很圣洁 我们爱也是要在基督里 否则就很容易变成伪善 如果批评 我们也要在基督里 否则就很容易变成刻薄 判断也要在基督里 否则很容易变成律法主义 而基督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 我们只需要信靠他 祈求寻找和叩门 这个叩门是我们叩门 不是神叩门 这一段话是耶稣对门徒讲的 说明他们已经是门徒了 已经被耶稣基督拣选了 所以门徒叩门 门徒寻找 门徒祈求 神是一定会应允的 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叩门 我们经常在圣经学习的网站上 会看到这样的图片 耶稣基督在叩门 这个是启示录的第三章里面说的 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 我要进到你那里去 他与我一同作息 这个叩门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叩门 完全是两回事情 这里的叩门呢 他讲的是我们得救的过程 我们得救是神的拣选 救赎是神的拣选 是神的主权 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对吧 所以在救赎这件事情上 没有我们什么事啊 我们不要觉得是我自己挺努力的 我自己祈求寻找叩门 神就给我开门了 这一段经文不能用在这里啊 这个话不是这么用的 这句话是我们已经是门徒以后 我们要在生活中的每时每刻去寻求神的心意 跟随神的带领 但是关于救恩这件事情上 我们要用的是另外一节经文的叩门 是启示录的叩门 叩门的不是我们 是神 就是神拣选 扣谁家的门 圣灵感动人去开门 神选择 谁和他一同作息 这个就是加尔文主义的救恩观 我们不要把这两种叩门混淆起来 我们这里稍微的说明一下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里面 关于救恩 关于基督扣门的这个所谓的预定论啊 特别有意思 它里面非常非常严谨严密的逻辑论证 非常值得一看 我挺推荐大家去看 接下去呢 耶稣基督又用一个为人父母 非常能够理解的比喻来把这个道理给讲清楚 我们为什么要祈求寻找神的心意 因为天父是完全的父 他不会把不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 他一定是会把最好的给我们 就像我们对待我们的儿女 我们都是有限的人 有罪的人 我们虽然对什么是好 这个定义是人本的 是模糊的 是漂移的 但是我们至少还是尽量的想把最好的给儿女 对吧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不会故意死坏 不会要饼给石头 要鱼给他蛇 那虽然我们不完美 对孩子的好 也通常是自以为的好 并不是真正的好 并不是客观的好 但是好心办坏事的时候 其实也是蛮多的啊 但是我们的初心是好的 我们的动机是好的 但是我们的天赋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是完全的 他是自善自美的 他从能力上 从动机上 从方法上 他都可以将最好的给我们 他不存在好心办坏事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呢 我们要在神里面寻求解决一切的方法和答案 所以 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这里 所以这两个字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这个词是个联系词啊 连接词 他把后面的结论和前面的论述联系起来 说明后面这一句话是前面所有话的总结 你如果忽略这个所以 我们就会把这句话进行滥用啊 就会 如果没有所以的话 我们这一句话就只能领会到一半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略去这个所以 不看这个所以 我们这个命令就根本无法遵行 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我们以为我们会做到 其实我们并不能做到 所以这个词就告诉了我们 以上的所有经文 还没有转移到另外的话题上 我们前面的所有经文 都还在说一个话题 说什么话题 就是我们如何对待别人 我们还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 我们还是在论述前面这一组 怎么样对待外人的态度 这个态度总结的说 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就要怎样待人 我们必须把这个经律 和前面的扣门联系在一起看 我们才能明白 前面的扣门祈求 这个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得着 践行经律的能力 这个经律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旧约的人他能说不能行 新约的人他也一样能说不能行 所以呢 所以神告诉我们的解决方案是 只有在基督里 只要向基督祈求扣门 向天父要能力 我们就一定能够得着 所以这两个字 就把整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 全部把它连起来 这个连起来 它有一个非常连贯的逻辑链 这个逻辑链你就可以这样解读啊 他说首先你们不要论断别人 因为你们的论断是不完全的 你们有限有罪 你们所有的论断都是片面的 同时呢 你们的论断也是双标的啊 他举了个例子 你们对待自己是良目都看不见 但是看待别人呢 就连一个刺都是非常的耀眼 但是呢 你们还要有分辨的能力 特别是在维持信仰上 你们要分辨善恶 不能将生物给狗 那这么难 我们做不到怎么办 那神给我们的解决方案是 祈求寻找扣门 扣基督的门 在基督里寻找 然后啊 所以这个总结词出现了 然后它是告诉我们 神的经律 它的经律是什么呢 就是旧约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就是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整个一到十二节 整个逻辑链 把它理清楚 就是这么一个论述的过程 基督说 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就怎样去待人 这个话呢 听起来挺耳熟啊 因为我们好像在其他场合 也听到类似的教导 比如说像西伯来 拉比西列 他说的 不要将你所厌恶的 加住你的邻居 苏格拉底也说过 不要将会使自己激怒的事 加在别人身上 亚利斯多德也有类似的话 你们应该对人 存容忍的心 达到愿意别人 容忍我们的限度 他这里都讲到了 一个对等的关系 包括中国的孔夫子 他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听起来的智慧 好像和我们耶稣基督 说的都差不多 对吧 而且我这里列出来的 这四个所谓的先者 他们都生活在 耶稣基督的时代之前 这就让普通人 有一个充分的理由 相信这是人间自己的智慧 好像和神的智慧也差不离 我们经常会听到 有些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会听到有些人对我们说 哎呀挺客气的 说哎呀 其实一切宗教都是挺不错的 都是劝人向善的 一开始听到他们这么说 我有的时候觉得无言以对 我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回复他们 因为确实他们说清了 这个事情的表象 但是事实上我们仔细的琢磨一下 我们就会知道基督教和其他所有之间 所有宗教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 别的宗教他都是劝人向善 确实是没有错 但是基督教恰恰不是劝人向善 我们如果把基督教定义为劝人向善 那是基督教的自我矮化 基督教他是劝人悔改 这个才是核心 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说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当基督教离开悔改的时候 如果他离开悔改 单单开始劝人向善的时候 基督教就有祸了 因为不悔改的人是不具备行善的能力 我们悔改以后归向基督 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帮助我们行善 这个才是基督教的核心 基督教的核心始终是认识真神 认识真理 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 你想行善 你首先要搞清楚何为善 对吧 否则你就是添乱嘛 那所以因为这个区别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几句先者说的话 我们就非常明白 他们之间的区别 人间的话语 我们看啊 己所不欲物施于人 它是物啊 然后希伯来拉比也是说 不要将你所厌恶的 加给你的邻居 人间的话语 它的关键词是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我们的基督教的话语语境是什么 他是主动的 你看这些先者的话都是被动的 都是消极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站住你别动 你不喜欢的 你不要去加在别人身上 他们觉得我们不动 我们不做就是最高的道德了 但是基督吩咐他的门徒说什么 他说你们应当去 凡你们愿意别人如何对待你们的 这个就是你们内心的标准 你们就照这样的愿望去这样行 他不是约束自己不加害于人 而是要主动的去善待别人 去让别人得益处 不仅仅是你不可以向别人略取 你反而还要应当多多的给予 不单单是不可杀人 你还要应当去爱人如己 我们的信仰是主动的信仰 我们的主 他是拥有一切主权的主 所以他主动向我们显明他自己 他主动的倒成肉身来到人间 他主动的在人间行出完美的善 并且告诉我们应当怎样行善 这个和我们其他的人间智慧 是非常非常的不同 他们主要是说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的主说什么 他说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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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 所以语言上的相似性 他并不能掩盖实质上的不同 所以我们的信仰和别人的那些宗教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里 耶稣基督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们不要被这位天国君王的教导吓倒 虽然天国的要求听起来确实很高 但是基督说了 在他里面担子是轻省的 我们只要祈求寻找叩门 他就必定为我们成就 我们的神满有怜悯 感谢赞美他